我们在做的实验呢 就是做一个水分解的电解元件 直接听着眼前仪器 准备开始实验操作 眼前这工是电解海水过程 目的是要把西子湾的海水 转换成氢 搜集使用 在我们使用的是大电流 所以在大电流下 顾名事情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氢气 烧杯内所看到的氢气 气泡量就是我们的氢气 因为我们的电流数够大 所以我们的气体会进行扩散 溢散出来 所以那个烟也是氢气的一个来源 透过两个邦谱抽入海水之后 经过仪器转换 顺的导管引入到凉杯里头 可以看到凉杯有烟串出 而凉杯内的水出现滚滚气泡 这些烟跟气泡就是氢气 从水去水去转氢 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很干净的形式 尤其是出来的氢 利用燃料电池把电收回来的时候 它们会结合成水 所以它们就不断的在循环 那一循水就不断的在循环 在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有效的去调节我的电力 而且我不需要用大量的电池 这是中山大学教授陈群吾团队 独创酸性氧化还原辅助成绩技术 透过电解的方式 将西九安海水转化成氢能使用 这项技术高活性低成本 而且已经来到民生使用阶段 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尖旗开 美国化学会能源快报 氢的能源议题上 它是在于当我们产生氢气的时候 氢气可以跟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去形成其他有用的有机物质 甚至是类似汽油之类的 所以氢气可以去减碳 是可以利用氢气跟空气中的碳 去反应 然后变成我们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有减碳的效果 继续言谈充满对氢能期待 毕竟氢气是未来能源趋势 教授表示 比起其他再生能源 氢气更能有效保存绿能 电解水产生氢气 有鉴于过去除能是能源发展的关键 氢能运用可以作为再生资源 除能解决方案之一 我们刚刚在报道当中所看到的 氢能发电就被称之为 终极捷径能源 其实在国外已经有很多 使用的案例了 马上来看这张照片 大家一定觉得非常熟悉 没错 就是东京奥运的时候 那个圣火 它用的是什么东西来当燃料 其实就是氯氢 对不对 而且根据你们报道 在选手村也大量的用了一些氢能 对不对 来取代 比如说搭配太阳能可以来发电 所以选手村里面的照明 冷气 还有热水等等 都是用这些氢能源 另外接驳车厅说也是 是吗 我们看到这张图其实它已经在示范一个 叫做最新的氢能的社会 它是用所谓的太阳能 产生的所谓的电力之后来产生氢气 然后这些氢气可以拿来做什么 像我们这样的接驳车 所以整个东京奥运选手村的 接驳车全部都用氢能 但它的圣火也全部用氢能 还有它冷气跟生活的部分电力来源 也来自氢 它的概念就是 我们用太阳能跟风产生的氢 它是不会有所谓的污染的 它没有燃烧任何二氧化碳 接着它产生动力之后 这样像推动汽车车 在动的时候 它其实排除了是水 也没有二氧化碳 所以完全是用氢来 所谓的推动整个社会 不只日本是在奥运村也这样的话 像我最近刚去德国 德国也在未来三年内 它要产生一百万吨的氢 来作为工业使用 这里还不是所谓的火车 公车 包括它的地生 科乳勃 光铁 以后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 所谓的车子在动用氢气 可是它连钢铁也要用氢气 它为什么有这个概念是 因为钢铁如果用氢气来生产 它也没有碳 所以它连整个 所以可以做到真正零碳 对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氢能社会已经在欧盟 跟日本已经开始在实验了 我们台湾其实在2035年 我们也预计会把我们的 天然气的使用量开始往下降 不然我们2050年 我们达不到零碳的目标 我们就会质疑一个问题了 既然我们在未来十几年后 就2035年其实13年后 我们就不要再用更多的天然气 那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大量的填海造陆 把我们的海岸线 做永久的破坏 然后把它破坏了 我们子孙就没有 就看不到我们天然的海岸 结果全部都水泥 可是事实上你13年后 你会慢慢的减少 甚至在欧洲跟日本这些国家 已经没有要使用这个东西 难怪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欧洲 日本 他们的这个氢能的脚步 走得相当的快速 包括了我知道 您刚从德国采访回来 也看到了德国的进展 但是台湾到底有没有机会 也来发展这个氢能 现在的进度到底是如何 据说以后在北 中 南 都希望有一个轻鼓计划吗 像我们台湾以高雄来讲 或台中或台北 这样的都会区来讲 第一个像高雄 高雄是一个钢铁重镇 那我们台湾的中钢 一年生产2000万吨的钢铁 它从盖高炉开始那一天 就是地生克鲁伯 德国的地生克鲁伯 教它怎么去操作过炉了 所以当地生克鲁伯 德国的地生克鲁伯 开始在做所谓的 轻人炼钢的时候 其实中钢也开始在做了 所以当中钢也开始使用 所谓的大量的氢气 像欧盟要三年用100万吨 那它规模的过大的时候 它就可以用在我们的公车 我们的火车 甚至我们的台积电 也用大量的氢气 在制程上面使用 所以我们台湾 其实从高雄的中钢 到台中 到台北都会区 其实都可以改成氢气 像欧洲那样 就不用说 还要使用大量的天然气 那当你大量使用氢气的时候 就会开始进入 所谓的灵探社会 好 非常谢谢郭真 今天来到节目 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其实大家的观念 也必须要翻转 也希望台湾的能源 也能够来个大翻转 今天非常谢谢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探讨了 这个地震的天灾 还有人为的建设 都很可能 为我们真爱的台湾 带来无可避免的 威胁跟隐忧 不过能够找一些提出预警 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让我们能够远离灾害 永保平安 今天非常谢谢 您的加入 我是庄开文 我在提关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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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